我们会根据客人的要求做客制化的调查 嗨 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我们前几支影片有介绍无形理 那我们今天就请我们CNC的制度人员宣泽 我们就请宣泽帮我们介绍这一段时间 他在设计产品所遇到的一些故事跟困难吧 镜头请交给我们宣泽 大家好 我是负责设计以及制作无形理的人员 那我们可以请宣泽介绍一下 这四款商品的开发顺序 还有我们这四款商品的特色在哪个地方呢 第一是最大的挑战就在于说 我怎样在这个高长的比例下 画出一个好看的图形 第二个挑战在于怎么样画出一个好看的圆角 那它从侧面上来看会有比较圆滑的效果 在设计完第一个系统 发现它的侧面看这个圆跟圆角是好看 但是它制装边的平面也太多 希望从侧面看会有不一样的视觉效果 所以我们做出了第二型 第二型我在侧面的图线中 先抓了一条高低落差的线 让这个形体从侧面上来看会有不一样的层次 但是这个高低落差线 从侧面上来看有点不协调 所以我做了第三个形体 第三款的图形回到了第一款的长度图线 第二款的精英后 我绘制出了更平滑圆色的曲线 有了第三款的精英 我在高低起步上做的更大胆的变化 它的圆滑度又比二三款上做的更近步的提升 我要把一型号看的侧面圆角的元素 架到四型的系统上 四型是结合了一二三型的优点以及特色 想要问一下如果我很喜欢加热压 如果我想要变更长度的话 这样的设计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在等比的说话情况下 所有的元素都会保留 但如果只想单纯的跟感它的长度或高度的话 我们会根据客人的要求做客制化的调整 我们非常谢谢今天宣泽这些精彩的故事跟介绍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